三點半左右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來到服飾店櫃台前 先是朝櫃台裡東張西望 誰知道下一秒 他竟然伸出第三隻手 飛快摸走櫃台上的iPhone手機 放到褲子口袋 接著離開櫃台 一副若無其事 還在店內閒逛 後來他的女友在櫃台 世代髮術 男子趕緊掏錢 說有預約要看醫生 要女友趕快離開 而這一切 全都被監視器給錄得 一清二楚 那男生就是 一直在看櫃台裡面 可是那女生 好像就是挑東西滿久的 然後她把我們一個小姐 就帶到外面去了 就在新竹武昌街上 這家服飾店 女子東挑西挑 還對店裡商品 閒東閒西 分散店員注意力 才會讓妾賊有機可乘 偷走老闆娘的手機 記得業者把畫面PO上網 要讓大家一次看清楚 差不多二十出頭歲而已 然後身材有點微胖 然後有一個小肚子在 然後她特質還滿明顯 有點小鬍子吧 由於妾賊當時說 趕著要去看醫生 店家也趕緊向父親審索求證 不過並沒有查出 妾賊身份 現在他們提供三千塊的購物金 希望能夠結合網友力量 抓到這名偷手機的小偷 動森新聞 孫中柔神 景陽新出發